本文所有史料均来自于特工王戴利一书 作者保证史料之真实性 同时无任何影射 不涉及任何政治 戴利是蒋介石的左往右臂 但是他的军统 也如同悬在蒋介石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随时可能取了蒋介石的性命 但这也和蒋介石的态度不无联系 蒋介石为了能够让军统更快的发展 得到更多的情报 所以就完全放任给了戴利 而军统的十万之众 除了戴利的命令外 几乎谁的都不听 戴利曾经密谋与上海的三大帮派联合 一起统治上海 然后和蒋介石分至南方 但最后却因为种种事情 以失败告终 虽然这件事情最后被压了下去 但是仍然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 当时正值用人之计 蒋介石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过去了 但这也让戴利越来越骄横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蒋介石准备收回所有外放的权利 其中最让他投到的就是戴利的军统 这十几万特务散在各处 无计可查 说不定哪天自己就不明不白的死了 而且戴利万一偷成了 那对自己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 但当蒋介石着手行动时 发现一切都已经晚了 军统的大小官员几乎都指认戴利 国民党高层的命令根本不听 而且戴利连国民党党员都不是说走就走 抗日战争胜利后 戴利曾向蒋介石提出想当警政部长 被蒋介石拒绝 后有说要当海军司令 但依然被拒绝 只给了一个高级参谋的贤职 这让戴利十分恼火 但这都是蒋介石想要限制戴利发展的计划 颇有狡兔死 走狗碰的意味 1946年 正当蒋介石准备一点点 蚕食戴利戴军统的统治时 突然传来消息 戴利的飞机出事了 戴利死了 但还没等蒋介石高兴起来 毛人凤紧接着传来第二个消息 戴利的贴身秘书毛忠心和贴身警卫贾金男 出现在了南京 毫发无伤 这让蒋介石背后直冒冷汗 毛忠心和贾金男和戴利几乎不离身 为何戴利死了 这两人还在南京 难道是戴利并没有死 而是掩人耳目 已经跑去投诚了 蒋介石马上下令 抓过毛忠心和贾金男 审问清楚 还没等毛人奉用刑 毛忠心和贾金男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全部说了出来 马汉三给戴利送了许多金银主宝 毛忠心和贾金男负责 在第二架飞机押送 临走时戴利非常高兴 对北平送行的人员说 就这一次 下不为例 然后坐飞机走了 后来飞机就出事了 毛人奉听后 马上松了一口气 确定戴利确实已经死了 于是马上告诉了蒋介石 两人忙着准备追到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